草屯镇平邻里平雪路168巷道 尾村落对外连接台14巷道的替代巷道 民众进出频繁 由于路面搏油流失 年久失修损快 立委马文君以及县院唐晓芬协助村民反应澄清 那在现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 那将近是百公尺 那宽度大概有六米宽 是非常大的一条道路 平常对我们平邻里的里面来讲 也算是一条重要的道路 那但是因为年久失修 在路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裂缝 还有坑坑洞洞 那对我们里面的出入 其实是相当的危险 县长许淑华在县议院唐晓芬等人的陪同下 前往了解道路改善工程计划 聆听在地乡亲的改善需求 运楼边列约144万元 重步长达340公尺 跨5.2公尺的A系路面 提升道路品质 保障居民进出的行车安全 在来在我们的超顿 北南这里来在区域 很感谢到我们刚才 有我们的唐晓芬议员 检世胜议员 还有我们的检政长 包括我们的庄青南代表 还有我们的里长 去我们的地方这些民众 大家来丁城 第一点就是在我们平雪路这个部分 我们这个路面也非常坏 5米外面 这个路面已经是厚厚厚厚厚了 所以说像这段没有改善 管政府也来投入到 170几万的预算 来给他做一个整体改善 县员唐晓芬和简吃胜表示 道路品质的改善 对于农产运输及交通 有相当大的注意 感谢许县长来会堪 希望工程尽快来发包 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我们平邻里谢里长 那在我们的争取之下 那终于这一次 县长来做一个实地会堪之后 那也将近尽快的来做一个发包 那我相信说能够把这条路 能够再把它重新 再做一个整理修复之后 那对我们平邻里 这边的里民的一个出入 一定会有相当大的一个帮助 尤其在安全性上面 更是加奔 那也希望说我们的团队 能够尽快的来够的把它完成 道路完善与否 有关乡亲行车安全 唐医院感谢县长体恤民意 重新铺设新德博油路面 提升道路安全性 还给民众一个舒适便捷的交通要道 记者洪一顿草存镇采访报道